去年最后甜的电视剧微微笑很清晨 到现在后劲依然足足地 如今仍然有不少剧迷在重温吃糖 磕CP磕得停不下来 可最近有网友发现 杨阳和郑爽这对清晨夫妇 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同框了 当时爽妹子跟张翰还是国民偶像剧CP 两人一起上节目撒狗粮 而且当时还是青涩少年的杨阳 正好站在爽妹子的身后 这真是奇妙的缘分啊 而说起当年这对汉爽CP 现在依然被翻出不少旧糖 当年两人一起上节目接受采访时 爽妹子就说自己第一次拍吻戏很蒙圈 张翰更是直接爆料 爽妹子跟她拍完吻戏后就哭了 两人的小互动简直又有爱又搞笑 之前因为我也没有拍过电视剧 然后我想肯定是结尾拍 我没有想过就说他们两个 会真的在一起就那么演了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后来她拍完就自己哭了 这旧糖虽老 甜度却没有减少啊 所长忍不住又想翻出压箱底的 一起来看流星雨 再好好录一遍了 年末最欢拖CP关小彤和马可 终于又发疼了 辽妹有神功的马可 玩起了悄悄靠近的套路 错不及防的亲吻和对月比心 简直甜到犯规 评论里的网友们也都称自己 忍不住露出了姨母般的微笑 你看 那边云菜把月亮遮了 想不想你更新 哪有云啊 在哪儿呢 就在那儿呢 我怎么没看见 在哪儿 这边这边 你看见了吗 在哪儿啊 就在这块 没有啊 你自己看得见啊 就在 除了后天吻戏 两人的传戏也爆笑出炉了 马可这宽衣解带 加铁唇的邪恶表情 被网友直呼 想起了羞羞的铁拳里的玛丽 真是狂野男孩本孩了 还有网友特意批了 马可的表情包 以示不忍直视 还有人说 海娃看了会复活 蚂蚁看了都要停下径走 这威力可真是非同小可呀 可调侃归调侃 马可为了这部剧 其实超级拼 穿着低胸白T卖力练舞 练得一身汗 旋转跳跃不停歇 最近马可的新系屏宗侠影 也出了路透视频 穿着少侠装的他步伐矫健 英气勃勃 原声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他一句听我说 网友们就在评论里回应 我不听我不听 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不知道穿越回古代的少侠马可 又会贡献什么有趣的梗呢